太誇張了吧 太多了 太多了 這遊戲差不多一次五十個活動 你在跟我開玩笑 每天都要點很久 注意看這廠商實在太狠了 一天送超級多東西 單機老人遊戲合集 首先先來玩這款 我有工商過的 復活血神Saga Romancing Saga Reuniverse 這款我工商過 好遊戲這個好遊戲 工商過很久了 還沒到就是好遊戲 工商過可以投票 這個沒什麼問題 這款遊戲好遊戲啦 工商遊戲 我是個好遊戲嗎 大家都說 你是最棒的 保護期過了 投票是為了提醒廠商 提醒廠商 這個保護期過了 是不是該補教一下啦 它就是 那個古早味的RPG 你看你看這個這個這個 這種味道有沒有 就是這個味道啊 這個老老的味道 是不是很讚 失禮劍 太失禮了 選擇各自的技術進行攻擊 消耗BP發動技術 老人臭很棒吧 這個老人臭 一粒一粒的Pixel 地底直接失 失個屁啊 使用技有機會 閃霧新的技能 所以它的技能會越來越多 這個我工商過 我會印象中它這個 閃霧這個系統好像蠻特別的 閃霧的新招 就是剛那樣嗎 剛學會的無名劍 閃霧 這個老人香 這個真的是有 這個真的是讚吧 我當時玩的時候就覺得很讚 雖然是工商喔 那時候 但就覺得好爽喔 這個老臭味 今天的遊戲都有料 幹我們一直以來的遊戲都很有料啊 遊戲開服玩到2.5週年 老人愛的遊戲 沒有錯 感受那古色古香的味道了 而且它角色抽起來 也都是蠻有老香味的 真的是老香味 除了60fps 其他都是老人臭 欸真的 你有看過這麼流暢的Pixel嗎 電腦都變WIN9%了 哪是不是說有料啊 有啊 我們偶爾還是會說沒料 偶爾 一代玩到手遊真的是老 玩到真的是老 這個一代很久 這個一代比我還老吧 嗨 嗨 這個抽卡很讚 喔 它這邊好像有這個 以前它在前幾代的一些 它的名場面之類的吧 啊對對對就是這種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就喜歡它這個老味 這種有點舊舊的畫風 T10T10T10 好了啦 這他媽明明就固定送的 欸我必須說這種老味 有時候真的是 還挺讓人喜歡的 雖然可能有那麼不符合現代的審美 沒那麼符合喔 但偶爾看一看就覺得還 就是有它的味道在啦 像我之前在回看那個戰國神劍的圖片 就覺得幹 這個繪師畫的真的是有夠好的 就超喜歡它的風格 雖然看起來就還是有一些老舊 就風格上 然後之前也是看 我之前看一個YouTube頻道 叫 壞孩子的角落嗎 有點忘了 然後他之前在玩一個很久以前的 SEGA的Gail Game 然後也是SEGA老的那個 二十幾年前的那種畫風 他就覺得哇看起來好讚喔 戰國神劍比較香 戰國神劍是真的香啊 戰國神劍是真的香 那個巫女超強 獅禮劍 他這個翻譯就是 就是完全符合他的日文原意嗎 我比較好奇為什麼獅禮劍 叫做獅禮劍 很獅禮嗎 真的很獅禮嗎 這個遊戲是處於手動跟自動之間 每天送五十次自動 如果沒有自動選軸 那就是五十次自動用完就沒了 OK 原版就叫獅禮劍 那他有什麼典故嗎 他是個很獅禮的人 或者是他是個很有禮貌的人 所以他使用招式就會 這個抱歉了 獅禮了 好玩嗎 這款不錯啊 感覺是一個想清楚的老人遊戲 至少我覺得單機老人會買單吧 私禮有點像是偷襲的感覺 OK 他是有點偷襲的這個意思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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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好多救命 太多了 日本營收很高喔 有點像是流氓劍的意思 OK 還有太誇張了吧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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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遊戲差不多一次五十個活動 你在跟我開玩笑 每天都要點很久 注意看這廠商實在太狠了 一天送超級多東西 唉唷 有料 喜歡這個畫風 第一次看到私禮劍是 洛克人用截落時 很快速的出刀 唉對對對對對 截落那個也叫私禮劍 免費十抽 抽一下都免費了 登陸就送一百抽 唉這個登陸真的送一百抽 比一堆那種 登陸然後還要叫你做一堆 有的沒的的 然後才真的送一百抽 起始送三萬專 T0了啦 又T0了啦 這個T0嗎 這個T0了吧 SS 這個也是啦 這個SS也是T0 免費 他一次一次是十抽是三千專 他直接送一百抽 幹真的誇張 抽啦 2.5紀念石 通常都好料 我剛剛抽到的海女是真的強 原來有真的強 雙黃蛋不可原諒 又T0又T0 唉唷 他看起來就很強 唉唷 他看起來也很強 T0.5 唉這個送九十張券 直接七十五抽 太神了吧 這個送超多抽的 三階段可以一次免費 喔 抽卡模擬器 沒料 抽一個免費了 我們就省人 唉唷 喔 原來是這個BOSS 我剛剛還在想 對面的角色這麼多是哪一隻 原來是左邊這個BOSS 欸 看起來是不是也是有料的 魔龍弓 是T0 聖王T0 是不是抽的挺好的阿 又又又又雙又雙 這帳號能開局了耶 我的天 這個帳號是不是有點好啊 而且這個圖也很香 這個很正耶 這個魔王 魔空之主布孽 有聖王海女魔龍宮能開了 是不是該認真玩了 也沒有 也沒有要認真玩 這個有嗎 看起來也是很帥 現在加入超來得及啊 欸現在加一下 現在加一下 我們剛剛什麼都沒有弄 就這麼多抽 我們就這麼多抽耶 這帳號有800台幣的價值 太爽了吧 賣800拿去養蛤蟆 叫廠商來撿這個片段 當廣告 這個 這個復活鞋子來買一下 看一下 有哪一些推薦的 喔這個有料 這個真的有料 這個好看 穿上珍藏的服裝 幹 這個原來是珍藏的服裝啊 這個遊戲很多角色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有一股又老又香的味道 老油了 欸我們今天好像玩這個玩太久了 蛤 穀色穀香的老人臭 好啦 復活鞋生 陰性83% 陽性16% 204人投票 好啦 復活鞋生 這個廠商該再加一點錢 可以不用找我工商 花錢把我們這片段買下來 投個廣告 也是還不錯的 我們再玩一款 這款也是這個老遊中的老遊啊 這款是真女神轉生的手遊 SEGA D2 真女神轉生 欸 旁邊就SEGA大囉 不過這個 我印象中他剛出的時候好像是一款有點 加上AR元素的遊戲喔 就是有那種擴真實境的 今天是老IP特輯 今天是啊 我就說啊 今天是單機老人的遊戲特輯啊 就玩一些單機老人會喜歡的 女神義文路手遊有沒有搞頭 之前好像有在傳 有要出女神義文路的手遊 但最後好像沒有 怎麼有一種微妙的感覺 我怎麼是要進戰鬥啊 我是能跟這些怪打嗎還是 怎麼有點搞不懂 完全 完全看不懂 平常在那邊哭 在那邊哭腰說 Rmod現在的遊戲 怎麼教學那麼多 這款完全沒教學 整個看不懂 哼 教學被跳過了 真的假的 我剛剛沒跳喔 哇 都是佩魯索娜常見的 哇 都是佩魯索娜常見的 好啦 玩法大概是這樣吧 喔 我輸入完名字之後 點到跳過新手教學了 哇 難怪有一種 怎麼好像少了點什麼 不是啊 能跳過當然是不錯 但我沒玩過啊 我需要感受一下他在玩什麼 這有料嗎 玩法就標準回合字也還行 而且他把它做成直的 我覺得手遊如果真的要放在手機上啊 我覺得還是直的比較好玩 因為你單手就可以拿啊 你可能在搭車的時候玩起來比較方便 確實不留情面 真的假的好恐怖 很生氣的在跺腳 怎麼辦 冷眼看他 把重魔犬妖的命給我 答應 給你 你這傢伙很行嘛 今後請多指教了 YES 說服他了 女神一文錄是女神轉身系列分支出來的 他的系統基本上差不多 就有他類似的地方 犧牲一隻犬妖說服他 你要犬妖的命啊 給你給你 其實他做得還不錯啦 做得還不錯 因為戰鬥的畫面啊 而且整體節奏也蠻快的 不過讓人覺得很煩 寶可夢如果能這樣子做成線上手遊版 好像還不錯 寶貝大聯盟並不是 不過他的字怎麼說呢 雖然這就是可能 這個女神系列的風格 但他是太太潮了 這個實在太潮了 好邪 說實在的閱讀上我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以他要做直立的時候來說 他的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可能他把他這樣弄 也還算合理 因為他就比較能放得下 就有他的合理性跟他的設計性 但我覺得觀看上稍微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要去合成 合成才是這個女神系列精髓 這個應該是純抽吧 六個step 必定獲得一隻五星液金 神角液金 我現在有多少抽 不夠可憐 他圖件應該就是 P系列會出現的那些 佩盧索納 他這邊是叫重魔 這個系統略為複雜 好多東西 還有什麼烙印繼承入魂 我天好多 大 你們厲害 合 合 不管 看一下他合體畫面 立刻合體 這個熟悉的一些東西都有 不過這個遊戲 認真玩起來應該是蠻硬的 感覺系統蠻複雜的 好啦差不多這樣 有這個 生女神轉生的 原位 媽 爸 因為我也沒玩過這個系列 我只從這個女神異聞錄來理解這個系列而已 欸 免費10抽嗎 5週年免費10抽 幹5週年了 太有料了 這個有料喔 飾王子 這個超強 有沒有抽個圓翼金 目前都三星 看來大概就這樣好了 新手衝刺 抽圓翼金 抽 圓翼金 八燒跳 並沒有 欸不過他很讚 短裙辣妹殭屍 水喔 這才是正常人抽卡的樣子 不是吧 好啦沒料沒料 好結算 真女神轉生D2 54%陰性45%陽性 142人投票 還行啊 這個五年老game 其實我覺得做的還不錯喔 以這種例子的手遊來說 系統算蠻豐富的 但我沒有深入戲碗啦 如果有戲碗的玩家可以分享一下 今天真的開有點久了 但玩的遊戲又有點少 來個廢的 欸這個確實 也是老IP的 手遊 欸這個說的也是沒錯 符合今天主題 但是不用了 單機老人合集好像玩的有點太少 不過也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還可以再玩好不好 單機老人合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流量如何 如果流量不好可能就沒有下一集 流量好的話我們就可以再玩個單機老人合集 想要分享什麼手遊的話 我們DC可以來我們的手遊快賽區留言給我 這個DC遊手遊快賽區 好啦大家晚安啦 大家拜拜